9月4日,国新办召开建设国家公园省传递大美青海情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用大和美两个字介绍青海。王建军说,青海的大不仅在于生态价值大,还在于地域的广袤和资源的负集。 青海作为三江支援、中华水塔和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资源总价值达到18.39万亿元。每年向下游输送600多亿立方的源头活水,以探明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达到105万亿元。 新能源高低容量突破1200万千瓦,保持着连续15天360小时100%的清洁能源供电的世界纪录。 王建军说,作为三江园、麒连山的所在地,青海的美美在山川壮丽。 立足于自然美景,青海提出了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 我们提出,在三江园、麒连山两个国家公园事件的基础上,建设具有开先河意义的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式。 在依法建源上颁布实行的国家公园条例,成立了三江园生态法庭,让青海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山有水的景观园。 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刘宁表示,国家公园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景区概念,而是完整的自然保护体系。 因此,要管理好旅游等活动对园内生态环境的影响。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公园,它是把这个各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当作山水林田湖草一个生命共同体在看待。 要把这个行政边界和自然生态的边界要协同起来,而不是仅仅的只在里面命名一个公园,就进去大量的这个旅游。 王建军表示,青海省将于2020年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构建其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基本框架,到2025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自然保护地典范。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接elle 接下来 记录 进去 ž 提前 dö